欧阳暖的笑容很温和 眼里却闪动着嘲讽的光芒 心胸狭窄 刻薄自私 鱼不可及 这三点 是明郡王最讨厌的 你样样俱全就罢了 还将他毫不吝惜地表现出来 你说 他会爱你吗 陈兰兴先是惊恶 而后恼羞成怒道 别以为你是明郡王妃 便有资格对我说教 欧阳暖微微一笑道 我好言相劝 指望你能够好自为之 陈兰兴气得面色发白 痴声道 你不过是个四品官的女儿 还真当自己是金之玉燕吗 孙柔宁冷笑一声道 女人嘛 不仅出身要好 更要嫁得好 你倒是五国功夫的小姐 可惜 那条腰带的事 几乎在京都都传遍了 这个宴会上 谁都有资格嘲笑欧阳可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有什么资格笑话别人 还是回屋照着镜子 看看你这张丑太毕露的脸吧 说完 他拉着欧阳暖笑道 好端端地出了欣赏月色 却碰到一条疯狗 真是讨厌 咱们回去吧 陈兰兴最恼怒的 就是那条腰带 若非不是腰带被人抢走 他何至于结了这么一门婚事 何至于现在处处矮人家一头 若非他不小心向欧阳暖见了马车 怎会这么惨 这都是欧阳暖害的 他越想越恨 对孙柔宁一时怒火中烧 见他正要与他擦身而过 忽然伸出脚踩住他的裙摆 孙柔宁毫无防备 顿时失了重心 惊呼一声向前倒去 欧阳暖赶忙身臂搂住他的腰 将他扶住 他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孙柔宁面色煞白 惊魂未定 但仍是摆了摆手道 我没事 欧阳暖眼角一瞥 见陈兰心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冷冷道 陈兰心 你这是疯了不成 若世子妃有什么闪失 你担当得起吗 陈兰心冷笑一声 目中有一丝放肆 君王妃 天色太黑了 世子妃自己摔了一跤 与我有什么关系 红玉愤声道 你胡说 明明是你踩了我们世子妃的裙摆 陈兰心挑起眉头 淡淡道 哦 许是你看错了吧 他回头 他回头看向周围的丫头们道 你们谁看见我踩了 狮子飞的 站出来 一片寂静 没有人应答 所有人都低下头去 有谁敢管主子的事呢 看到这种情形 欧阳暖并不意外 他勾起唇盼 冷笑道 这么说 兰心姐姐姐是执意不肯道歉了 陈兰心做事行了半个礼 言嘴倾笑道 今日二位来做客 我们招待不周 倒让世子妃受惊了 请多多见谅 以前的陈兰心虽然自私 却还没有这么卑鄙 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 倒像是被磨掉了原先的那点矜持 变得更加刻薄 欧阳暖扬起眉头 冷冷望着他 陈兰心见他不说话 越发得意道 若是没有话说 还是请二位尽早回到宴上去吧 不然 让别人误会明郡王妃心里有鬼 这可就不好了 欧阳暖微微举目 突然笑了 随后对孙柔宁道 咱们走吧 陈兰心笑得更加得意 就在这时 欧阳暖和孙柔宁已经走到他的身后 欧阳暖目中微有光闪过 随后仿佛脚下一半 双手用力往前一推 只听A鸭一声惊叫 陈兰心便摔入荷花池中 他狼狈地在池中扑腾着 怕到鸭套随即乱成一团 呼天喊地 却无一人下池去救他 其实这水并不深 不过是急腰而已 但陈兰心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整个人在水里折腾了半嗓 几乎全身都湿透了 走吧 胸中欲结之气一扫而光 欧阳暖挽着孙柔宁迅速离开 孙柔宁看着几乎惊呆了 暖儿你 欧阳暖唇脚轻挑道 天色这么黑 他自己不小心摔下了池 这又怪得了谁呢 如今 欧阳暖早已不是过去 那个小心谨慎的他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十倍还之 回到席上 董飞含笑望过来 欧阳暖笑道 娘娘 这出戏好看吗 董飞点头道 戏是很好 那戏子更好 欧阳暖微笑道 是啊 真是一出好戏 就在这时 香雪公主向这边走来 慕红雪手里蹲着一杯酒 主动走到欧阳暖身边 笑道 林郑王妃 我早已听说过你 却一直没有见面 我对你真是仰慕好久了 欧阳暖看向对方眼睛 却只见到一双清澈如水的毛子 她随即笑道 香雪公主 香雪公主真是太客气了 我不过是个普通女子 哪里比得上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公主呢 慕红雪不由笑了 把酒杯捧起来道 那我敬你一杯 欧阳暖也不推辞 接了酒杯一饮而尽 喝完酒 慕红雪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与欧阳暖攀谈起来 我酒哥的母亲 也是大利朝的女子 欧阳暖目光投向上座 正与旁人推杯换盏的九皇子 笑道 是吗 慕红雪点点头道 我父皇在大利朝游历的时候 碰到了酒哥的母亲 与他结缘 把他带回了高昌国 可因为他出身异族 又是我父皇在清牢里解释的 别人根本瞧不起他 所以风飞之后 日子也一直不好过 连宫里太后都不待见他 处处为难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父皇对他十分宠爱 可是在宫里 却是极宠于一身 亦是极怨于一身 他树敌无数 举步为奸 想来也许就是因为如此 他索性借着一次为例的机会 离开了皇宫 也彻底离开了我的父皇 父皇为他伤心了好一阵子 一直也没有忘记他 后来更是无意中得知 他是带着身孕离开的 见到欧阳暖 惊异的神色 暮洪雪南南倒 人人都说 九哥的母亲 有一张像月亮一样 皎洁的面容 所以才能打动父皇 就连我母后也总是说 月亮再大力 我一直不相信 可是那天在宴会上见到你 我才觉得 九哥的母亲 就应当是像你一样的气质 欧阳暖笑道 公主过誉了 席上的主人容郡主 才是大力第一美人 慕洪雪微微一笑道 我说你是 并非刻意夸奖你 是真的这样认为 董妃眼神疏忽一跳 笑道 香雪公主 你是贵国皇后所出吗 慕洪雪点头应试 董妃招手让慕洪雪走近 仔细打量道 美眼生的十分相似 就连气质也是一样的 尤其这双眼睛 长得和你母后一模一样 欧阳暖微微偏过头 看着董妃柔和的神情 孙柔宁曾说过 董妃是去过高昌的 莫非她与高昌皇后是旧时 慕洪雪微笑 目光柔和道 难道你也认识我的母后 董妃欢喜道 当然 你母后是我生平所见过的 最高雅脱俗的女子 欧阳暖笑道 这可真是巧了 董妃娘娘也去过高昌吗 我会发生了 董妃娘娘也去过高昌